欢迎收看本期的梅子看电影 却发现有一辆车正向着他们而来 以为是混混追上来的两人赶紧逃跑 没想到这辆车刚超过房车时就翻倒在路边 下车缠汗却发现空无一人 尼克正想报警从黑暗中走来了一个外星人 尼克当场吓晕 外星人介绍自己叫保罗 60年前降落地球时 不小心砸死了一条叫保罗的狗 狗主人救了他给他取名叫保罗 他称自己正被人追杀 希望西蒙能带他离开 于是两人抬起已经尿湿裤子的尼克回到了房车 一个名叫佐恩的特工来到了车祸现场 他向上司报告了情况 上司派出了两个不知道外星人的探员帮助他 于是他们在路上拦下了房车 由于保罗憋气就能隐身 探员没有任何发现 所以几人顺利离开 佐恩听手下说房车上有尿湿的裤子 于是判断保罗就在车上 凡紧带着手下追了上去 房车停在了休息营地 西蒙搭讪上了一个独眼女孩克里斯 两人相谈甚欢 保罗告诉尼克 自己本来只是想在地球做研究 却被带到了军事基地 军方获取了他的全部知识 就想解剖了他 于是保罗联系上了自己的外星伙伴 和基地里的内应逃了出来 现在他只需要赶到约好的地点 等待同伴 第二天克里斯来到房车 却因为宗教信仰和保罗争吵起来 最后保罗干脆现身 吓晕了克里斯 此时佐恩带着手下赶来 于是西蒙和尼克 赶紧带着晕倒的克里斯逃走 醒来后的克里斯将保罗当作恶魔 于是保罗用念力将自己的知识 传输给了他 还治好了他的眼睛 这直接导致克里斯信仰崩塌 保罗也给西蒙和尼克进行了传输 晚上克里斯本想打电话给父亲保平安 却被佐恩听到了锁定了位置 几人赶紧逃跑 第二天 西蒙和尼克将保罗伪装了一番 带到了漫画店 却被佐恩的手下发现 他们对于佐恩隐瞒了外星人的事实 愤怒不已 佐恩让他们放弃行动 而西蒙则开来了房车 接应保罗和尼克 来到了保罗飞船的坠落点 见到了救下他的女孩泰拉 不过女孩现在已经白发苍苍 谁知道佐恩的两个手下决定 抓住保罗以此升职 于是也跟了来 向逃跑的保罗射击 却没想到屋子里忘记关煤器 于是小屋瞬间炸成了碎片 保罗一行人趁机逃跑 来到了约定的地点 并向空中发射了烟花 没想到佐恩上司的直升机 先移不到来 准备杀死保罗 佐恩却赶来射杀了上司身边的探员 原来他就是帮助保罗逃跑的好友 而克里斯的父亲也赶来 一伙人发生混乱 西蒙被枪击中后 保罗则施展了超能力 将伤口转移到了自己的身上 于是西蒙得救了 保罗也慢慢恢复 此时上司醒来将枪口对准了众人 没想到前来接应的飞船 正好砸下了他 保罗邀请泰拉去自己的母星 在跟众人一一道别后 飞船缓缓升空 很快消失在了夜色中 两年后西蒙和尼克重返美国 两人以保罗为主角的科幻作品 也获得了大奖 他们以这种方式 纪念着自己的外星好友 是什么? 嗯